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印度启用新型高超声速风动 宣布成为其美俄之后世界第三个拥有此类大型设施的国家 美国再次试射高超声速导弹 全球高超声速武器竟在持续升温 澳大利亚南极科考队一名队员突发疾病 中美科考队联手协助将患病队员转运回国 河洛斯索气滑雪季开启蜂拥而至的游客将防疫抛在脑后 几乎无人佩戴口罩 来看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对于病毒的进化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而如今我们看到近期有些国家在爆出新冠病毒变异的报告 那我们该如何看待新冠病毒的变异 而我们的疫苗还能控制得住吗 来看新闻眼的第一部分 目前全球已经出现哪些变异新冠病毒 目前全球已有多个国家或地区发现了变异新冠病毒病例 非洲疾控中心12月24号表示 在尼日利亚发现了一种新的变异新冠病毒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约翰·肯格松说 这种变异病毒与在英国和南非出现的变异新冠病毒并不相同 12月14号英国政府公布出现变异新冠病毒的情况 20号起伦敦 英格兰 东南部和东部部分地区 防控级别从第三级提升至新增加的第四级 23号又有一种变异新冠病毒被发现 据德国媒体24号介绍在英国和南非出现的新毒株分别被称为B117 与501V2 501V2被认为与南非近日确诊病例骤增有关 单日新增病例在不到一个月内 从不到3000例上涨至超过1万 新冠病毒属于变异较为缓慢的病毒 平均每个月出现1至2次 但英国金融时报24号称 基因分析显示 在英国和南非发现的变种都有20多个突变 变异新冠病毒是原始病毒的升级版吗 尽管病毒在持续变异这句话听起来让人胆战心惊 但事实上未适应不同宿主 变异是病毒自我复制过程中的常态 病毒在细胞内繁殖时 要为每个子病毒复制一份遗传物质 而这些副本并不总是完美的 常会出现一些错误即发生基因突变 有些错误造成的改变可能不利于病毒的生存 有些则可能使病毒变得更易传播 甚至致病性更强 新冠病毒属于RNA核糖核酸病毒 变异相对较快 不过与流感病毒等其他RNA病毒相比 新冠病毒稳定性更高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 苏米亚·斯瓦米纳坦的说法 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比流感病毒慢得多 相比现有的新冠病毒 变异病毒危险性增加了吗 有专家指出 即便病毒传播速度更快 也不意味着其致病性更强 对于病毒来说 繁殖和更广泛传播才是目标 而非杀死宿主 因此有些病毒在强化自身传播能力的同时 甚至会朝着致病性更弱的方向进化 世界卫生组织紧急项目负责人 迈克尔瑞安21号表示 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英国新报告的变异病毒 所致疾病的严重程度有所增加 而且就算病毒传染性稍有提高 也并不意味着疫情失控 相信通过努力抗疫病毒传播 仍可被阻断 世卫组织多名专家21号表示 尽管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病毒已出现数次基因突变 但包括英国近期出现的变异病毒在内 目前已知的变异 对新冠药物 疗法 检测手段 及疫苗均未造成重大影响 美国新冠疫苗和药物公关计划 趋速行动首席顾问 蒙塞夫·斯拉维认为 变异病毒对现有疫苗 产生耐药性的可能性很低 目前美国生物技术企业 莫德纳公司 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 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 正在分别就其疫苗 对于变异新冠病毒的 有效性进行测试 这样一个基因未典的变化 对疫苗应该说几乎没有影响 现在的疫苗的原子的疫苗的话 不会因为英国报道的基因的突变 失效 不会 因为我们的疫苗的研发的话 它有多个途径 像我国的灭活疫苗 它不会因为你一两个未典的变化 它就失效了 不会 那么国外的现在研究的 这个疫苗的话 也不会因为这一个基因的突变 会造成疫苗的失效 所以总体来说 对我们的防控影响不大 变异新毒株 对中国的疫情防控形势 有没有影响呢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 首席专家吴尊友表示 新冠病毒的变异 其实一直在发生 但是传播增速 还是取决于人和人之间的 接触行为 只要严格按照要求防护 公众无需过度担心 天下武功 唯快不破 看到近些年来 高超声速武器成为 世界各大国 武器装备发展和军事战略 发展的博弈焦点 而现在在这一领域 又有一个新的竞争者 加入其中 12月19号 印度国防部长在位于海德拉巴的导弹综合基地 为高超声速风动试验设施举行了揭幕仪式 该设施喷嘴出口直径为1米 能模拟速度为马赫数5至12的气流 印媒称印度已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此类大型设施的国家 所谓风动 简单来说就是用来测试飞机 飞机导弹等飞行器空气动力参数的设备 被称为飞行器的摇篮 今年9月7号 印度进行了国产高超声速技术演示机的飞行试验 演示机由一枚烈火导弹助推器搭载升空 测试一共持续了5分钟 印媒称 这次试验使印度成为全球第4个成功测试高超声速技术的国家 将为印度研发6马赫的高超声速导弹铺平道路 印度已经迈进了高超声速武器精英国家俱乐部的大门 印媒称 今年9月份测试的高超声速飞行器 以6马赫的高速飞行了22秒钟 此前由于缺少测试风动 印度只能依靠计算机进行数据模拟 高超声速风动投入使用之后 未来印度高超声速导弹飞机和发动机都可以在风动中进行物理测试 印度的高超声速武器实际上是一个入门状态 从目前它试射的所有武器装备 包括基本技术去溯源 基本上还是刚刚及格 离实际列装有重大的差距 所以目前看 印度在超高声速武器方面 一直在标榜自己能够做到世界前列 但从基本技术研发 包括技术进步这些角度去分析 印度能做得非常有限 有了一个风动并不代表着就能够在超高声速武器方面进行大规模的研制 进行高效的列装 所以这个入门状态目前对印度来讲非常可怜 远没有印度所说的那样高大上 目前全球高超声速武器竞赛正在升温 美国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国防部2020财年在高超声速领域申请的科研预算总额为22.2亿美元 相比2019财年申请的11.45亿美元大幅增长了94% 陆海空各军种都至少有一个型号的高超声速武器处于研发状态 目前美国空军拥有两种高超声速武器项目 分别是空射快速反应武器 该项目研制的导弹编号即为AGM-183A 以及高超声速吸气式武器概念 两个项目均处于研发阶段 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12月22号报道 防务承包商洛西德马丁公司和美国空军宣布 日前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成功测试了空射快速反应武器AGM-183A 美国战争地带网站报道 AGM-183A高超声速导弹弹头的飞行速度 将达到6.5至8马赫 也就是说可以在10至12分钟之内 打击1600公里之外的目标 这是美军官方首次披露该型号导弹的详细技术参数 该型号导弹由B-52战略轰炸机携带 美空军计划2022年初步形成作战能力 而另一款高超声速导弹刚刚经历了一次失败 据美国空军杂志报道 近期美军对高超声速吸气式武器概念的原型机进行了试射 但在试验过程中 该原型机因为某种原因卡在了武器挂架上 最终未能从B-52H上投放出去 而俄罗斯方面 自2018年以来俄推出了多个型号的高超声速武器 引发全球瞩目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2号报道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2012至2020年工作总结中显示 2012年至今 俄罗斯已经五次成功试射 携带有高超声速可变轨滑翔弹头的先锋洲际弹道导弹 先锋导弹最大射程可以达1.7万公里 俄官方表示 先锋可突破美国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的反导系统 2019年12月 首个先锋导弹团进入战斗值班 该团属于奥伦堡导弹师 今年10月 俄防长邵一谷在军队高级将领会议上宣布 今年年底之前还将由两套先锋高超声速导弹系统投入战备值班 除了先锋以外 俄军还拥有匕首高超声速导弹 以及告时海基与陆基高超声速导弹 目前匕首导弹已经装备俄军 它可以被安装在米格31战斗机上 被战机带到空中后发射 匕首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据称可以提升至10马赫 最远射程超过2000公里 而告时高超声速导弹最大射程为1000公里 最高速度约为9马赫 俄媒解读8到9马赫 这大约是每秒3公里的速度 任何雷达和防空导弹系统 都无力应对以如此速度飞行的告时导弹 俄媒称告时导弹的飞行试验已经进入尾声 服役后将全面装备俄海军各型号水面舰艇和潜艇 在本月17号 俄总统普京在年度记者会上表示 俄罗斯先进的高超声速武器正在影响着全球局势 美国在研制高超声速武器之初 说如果这种武器大规模裂装 最后人类会被打到石器时代 高超声速武器作为人类意义上 飞行速度最快 毁伤效果最好的一种武器装备 目前它对传统的战争规则和战争形态 有重要的颠覆功能 跟之前的武器装备相比较 无论是射程飞行轨迹 弹道毁伤方式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所以目前无论是美国 俄罗斯 包括其他国家 在高超声速武器方面 也在快速进步 快速发展 所以最后如果在全球范围内 有超高声速武器的竞赛 它对传统的战争形态 战争规则 以及我们所认识到的 导弹攻防作战的样式 有颠覆效果 来看举个新时25号报道说 当天俄罗斯太平洋舰队 在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 举行了俄罗斯英雄阿尔达尔 其登扎波夫号护卫舰接收仪式 该舰配备有火炮 反潜鱼雷 反舰防空导弹等武器 同时可以携带告时高超声速反舰导弹 12月23号是俄罗斯空天军 远程航空兵部队成立106周年的纪念日 俄罗斯向外界充分地展示了 这支战略力量的王牌武器 图160轰炸机 图160是俄罗斯军用航空史上 最强大的战略轰炸机 在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部队 成立106周年纪念日 远程航空兵司令谢尔盖科贝拉什 驾驶图160升空 科贝拉什在俄空天军中得高望重 经历传奇 2008年8月 格鲁吉亚和俄罗斯 为了争夺南奥塞梯的控制权 而爆发冲突 科贝拉什驾驶的苏-25攻击机 两台发动机都遭到格鲁吉亚导弹的打击 他驾驶飞机飞离居民点 并弹射逃生 在敌军飞地着陆 最终安全返回 成为远程航空兵司令之后 他从头开始学习图160的驾驶技术 图160是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研制的 最高时速超过两倍音速 最大航程为1.6万公里 可携带配备核弹头的巡航导弹 和常规巡航导弹 因其优雅的外形被称为白天鹅 现在俄罗斯远程战略轰炸机定期 在所有大洋中立水域上空飞行 还加大了在北极的存在 近年来俄罗斯对图160轰炸机进行了改进升级 今年11月3号 改进型图160M在喀山机场完成了 换装新型发动机后的首次飞行 换装新型发动机之后 航程可增加1000公里 此外图160M还换装了新型驾驶导航设备 机载通信系统 控制系统 雷达和电子对抗系统 作战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 增加轰炸机航程的另一个方法是空中加油 这是一项难度很高的机动飞行动作 好比越野车在行驶途中穿针引线 现在飞机所在的高度为6000米 速度降低到500公里每小时 战略轰炸机图160正在接近加油机1278 它离1278的距离是如此致近 只有20米 现在它要开始受游了 据俄媒报道 上世纪90年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 俄罗斯远程航空兵曾面临灭亡的威胁 在远属于苏联的兰普里卢基空军基地内 乌克兰方面在美国人的监督下 将十几架图160切割成了废金属 2000年为了偿还天然气债务 乌克兰才向俄方移交了剩下的8架图160 目前俄罗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 共装备有大约80架大型轰炸机 包括图160战略轰炸机 图95MS战略轰炸机 以及图22M远程轰炸机 不过俄军现役三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 与美军现役的战略轰炸机相比 其航程载弹量有限 更缺乏类似B1B B2隐身轰炸机 这类领先一代的先进战略轰炸机 为此俄罗斯图伯列夫设计局与联合飞机制造集团相关公司 展开了下一代战略轰炸机 及未来远程航空兵系统的研发 俄罗斯国防部官员此前表示 下一代战略轰炸机将结合洲际飞行能力 高度自动化人工智能和隐身功能 它将是一架按照飞翼计划打造的隐身飞机 预计将在2023年启动初步试验 并在2027年列庄入议 一场由中美两国参与的国际救援 为冰天雪地的南极带来暖意 中国南极考察队派出血鹰301直升机 协助澳大利亚科考队员紧急撤离 据中国第37次南极考察队消息 12月17号澳大利亚戴维斯站一名队员 由于健康原因需要紧急撤离 澳大利亚南极局向正在南极执行任务的 中国第37次南极考察队请求帮助 考察队紧急制定了专门援助方案 利用雪龙二号船载直升机雪鹰301 与美国派出的固定翼飞机接力 成功协助该名队员撤离 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说 即使在最好的天气情况下 在南极展开空运救护也非常困难 光是准备飞机着陆区的跑道就需要五天时间 澳大利亚南极局局长表示 非常感谢中国在此次救援中给予的帮助 这次行动证明了在南极州存在的强大的国际合作 在南极州设有科考站的国家 有相互援助的传统 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南极考察起步期 曾得到澳大利亚的大力支持 2009至2010年以及2010至2011年南极度下期间 中国考察队员受伤及突发高原反应 澳大利亚两次派出飞机协助紧急撤离 在面积约1400万平方公里的南极州上 目前分布着来自29个国家的70座常年考察站 此外还有一些季节性的科考营地 中国在南极一共有五座科学考察站 分别是南极中山站 南极长城站 南极昆仑站 南极泰山站 以及正在建设的罗斯海新站 其中长城站是中国在南极建立的 第一个科学考察站 也是中国在南极地区设立的 常年性科学考察站 我身后的这片区域呢 就是中国在南极设立的第一座考察站 长城站所在的位置 那么从1985年建站以来呢 这里已经从一片荒芜人烟的区域 发展成了如今建筑面积是4082平方米 有大型建筑12座 可以容纳20名科考队员越东 以及40人度下的大型常年科学考察站 长城站的地理坐标为南枚 62度12分59秒 长城站所在的乔治王岛 是南极地区科学考察站分布最为密集的区域 长城站是座小的科研城 科研人员全年在这里开展 气象学 高空大气物理观测 地磁和地震等项目的常规观测 除常规观测之外 在南极夏季期间 还进行包括地质学 冰川学 环境科学的科学考察工作 在长城站有一间特殊的白色房子 这间24小时开门的地方 给科考队员们的科研生活工作带来了亮色 这里是南极长城站的温室蔬菜房 在这儿用无土栽培技术 种植了生菜 黄瓜 以及茄子等等蔬菜 虽然这儿的面积不大 但是在常年冰雪覆盖的南极 这间小小的温室房子 也给这儿带来了一丝绿色的生机和活力 按照设计 中国第五座南极考察站为常年考察站 建成后可满足八十人渡夏 三十人跃冬 规模将达五千五百平方米 新站建设如果进展顺利 最快2022年就可以建成 好的 更多资讯 我们再来看一组素揽 俄罗斯索契滑雪季开启 游客们蜂拥而至 由于疫情 大多数俄罗斯人 无法前往外国度假政地 许多人只好在俄国内 寻找各种休闲方式度假 滑雪就是其中之一 有滑雪爱好者在社交网络上 发布的视频 视频中人头攒动 大家聚集在一起 等待乘坐缆车 上到1460米的高坡去滑雪 几乎没人遵守安全社交距离 大家也没有佩戴口罩或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近2020日本最帅最美高中生评选出炉 来自奇遇县的中野情人 当选新一届日本最帅男高中生 他在跳舞走秀双向中都获得了冠军 最美女高中生则由18岁的 某偶像团体前成员大平光夺得 他们在获奖后 一起披着专属冠军的红色加冕袍子 拿着奖杯进行了合照 这项年度评比旨在宣扬 青春少年的自然之美 自信之美 近尼泊尔的佛陀航空闹出了一个大乌龙 一架载有69名乘客的飞机 飞往了错误的目的地 原定由加德满都飞往东南部城市 贾纳克布尔的航班 却飞到了西北方向的博卡拉 两个城市相距数百公里 机上乘客在下机之后一阵错愕 据称 由于天气原因 导致许多班机延迟之后 都需要在短时间之内起飞 一时之间与塔台沟通混乱造成 近日 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市 一条三米长的地毯蟒 闯入当地居民家中 结果被消防队的志愿者 一位名为玛丽亚的老太太徒手捕获 视频显示 这条蟒蛇就藏在窗台下的花香里 玛丽亚一把抓起蟒蛇 试图将其放进一个白色盒子当中 只见蟒蛇紧紧地缠绕在他的左手臂上 最后玛丽亚挣脱了蟒蛇 将蟒蛇关进了盒子里 近日 越南学生吴文熙 十年如一日 背着残疾好友转达明上学读书 并一同考入大学的故事 感动了无数网友 转达明先天残疾 又因为家庭生活困难 父母没有很多时间来接送他 十年间都是由他的好朋友 吴文熙来背着他上下学 十年的时间没有缺过一天的课 两人互相鼓励相互帮助 同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越南的银牌大学 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日前发现了一盒巧克力 历史可以追溯到一个多世纪以前 这盒巧克力是图书馆里员 从澳大利亚著名诗人 安德鲁·巴顿·帕特森的个人收藏中发现的 这些巧克力还包裹着 用稻草等制成的老旧包装 周围还有银博 据报道 这盒巧克力是维多利亚女王 在布尔战争期间委托送给军人 表达慰问之意 上面刻有祝新年快乐维多利亚女王的祝福语 还有女王头像 24号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地标建筑之一 奥斯坦金诺电视塔 首次亮起新年灯光秀 540米高的电视塔上 安装了550个照明灯和探照灯 环绕了整座塔楼 同时亮起发出绚丽多彩的灯光 灯光秀将一直持续到1月10号 在新年夜当晚 新年钟声响起之后 还会开启一段特殊的迎新灯光秀 好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近日亚洲见 明天到晚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